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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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神姐姐哼哼的这首歌你也学会了 是啊 她每天都唱我能学不会吗 走 西姐姐 西姐姐 杨夕 杨夕姐姐 杨夕 杨夕你没事吧 赵棠林她不行了 快点报警 马上一下 右手 哈尔仁是她的妻子亚急 还有她的邻居 那就是哈尔仁 杨夕呢 你天天迟到 请请她的郭夕 请慢点请 郭队 不好意思 有点堵车 知不知道自己该干嘛 知道 好 你们好 我是负责这次案件的警官 我叫石珊珊 请问谁是受害人的家属 你好 请问你是什么时候发现 你的丈夫出事的 今天早上八点的时候我起床 我就闻见很大一股血腥味 叫了我老公几声 但是他还是没有答应 后来我一摸他的身体 全部都病了 那个咬猪还有他妈妈后来来找我 我就让他们报警了 请你再过火什么情况 这死亡的原因是力气杀人胸腔 造成大陆脉流血波罗尔斯 他是盲人 哦 不好意思啊 你昨天晚上都干了些什么 赵大力是什么时候回来的 昨天我有点感冒 吃完药之后我就睡了 半夜睡得迷迷糊糊糊的时候 感觉赵大力回来了 他大概是 哦不是 准确的时间是晚上10点43分的时候他回来的 记得那么清楚 死亡的时间是晚上11点到凌晨1点之间 还有没有什么特殊的 就是有一点 胸手下的那一刀刚是死者心脏 附近的大动脉 我们盲人 随身都会携带一块报纸表 昨天他回来的时候我就按了一下 所以我知道是10点43分 嗯 你们是邻居 那说一说事发经过吧 今天早上起来没多久 就听到阳心家发出一声尖叫 那阳心他是盲人 担心他会出什么事 所以就赶过来了 那你们昨天晚上有没有听到什么响动 昨天晚上 没有啊 11点钟左右我们就睡觉了 警官同志 还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 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还有事要做 我就先走了 啊 现在没有什么要问的了 如果有需要的话 希望你们能够配合我的调查 行 谢谢姐 你别怕 我下午放学 我就来看你 行 我们就先走了啊 我们女儿还要不算 那我们先走了 那个 才ocket 我 为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错 老张 可以朝这个方向继续调查 小陈 您那边什么情况 我对杨夕做了笔录 她是死者的妻子 也是一个盲人 说点有用的 这些资料上都写的 就不用说了 根据杨夕的陈述 昨天晚上她回家吃了饭 觉得不舒服就直接吃药睡觉了 睡到夜里十点四十三分的时候 她觉得赵大力回来了 但是她并没有跟他说话 就接着睡了 直到第二天早上的时候 旁边的赵大力不太对劲 就被吓得叫了起来 隔壁邻居听到叫声 就跑过来帮她报了警 死者的死亡时间 是在深夜的十一点半 到凌晨一点 那根据杨夕的口供 我们可以大体确认的是 死者回到家之后 凶手进入房间将其杀害 可是杨夕明明就躺在旁边 凶手是要有多大的胆量 才敢在床上杀人 如果杨夕她是个普通人的话 凶手肯定不敢 但杨夕她是个盲人 我在想会不会凶手也知道而已 而且那天晚上 杨夕刚好吃了感冒药 那么一般的小痛 根本就没办法进行她 并且刚才我们不是推断凶 那个凶手应该是个 非常了解人体结构的人 那么塌了一刀砸下去 赵大力根本就没办法动她 更别说进行杨夕了 那凶手是怎么进屋的呢 我发现赵大力家 根本没有打斗过的痕迹 熟人作案 是赵大力自己把凶手带进房间的 老张 你马上去调查一下 赵大力的人际关系吧 好 等一下 我还有一个问题 如果是赵大力的熟人 为什么会带进卧室呢 陈珊珊我是你的上司 不是你的老师 你来这儿是工作的 这些都要等到调查之后才有结果 老张 按我说的办 小娃 小红 老栋 小杨 你们俩去医院跟进一下事情报告 好 郭队 那我做什么呀 哦对了 你去 死者的家里照顾一下他妻子 我照顾他 我是警察 就因为你是警察才让你去 有问题吗 郭队 你什么意思吗 我是警察 又不是街道办事员 沈珊珊 你认为作为一名人民警察不应该去照顾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吗 我们刚刚才说过 现在不知道凶手的作案动机是什么 不知道他会不会再次作案 也不知道他是不是熟人作案 那么现在死者的家属就非常的危险 按我说的办法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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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麻烦洗干净一点 洗不干净会有味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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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你干什么呢 我就是随便看看 刚才摩员的同事给我打电话 问我什么时候可以去上班 我想 我觉得你这段时间还是待在家里吧 要是真的有人跟你老公有恩怨的话 你出去也很危险 可是让你这样天天待在家里陪我 感觉挺不好意思的 而且我觉得吧 警察不是应该到外面去办案吗 哪有跟我在这浪费时间的呀 话也不能这么说 保护市民的安全是我的职责 那我就谢谢你了 我会不会被关闻我 多少也不会 我会不会 inspiring你 那你不能在家里鸡 我不会是唯一的 谢谢你 我会不会 variables 不你就会说 你不想说 你醒了 你 我眼睛看不见 但是我耳朵能听见啊 你昨天晚上剃被子了 早上我帮你盖好了 你没着凉吧 没有 谢谢啊 我煮了碗面 吃吧 谢谢 杨夕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嗯 你眼睛 是怎么失明的 我就是好奇 你要是不想说 就算了 是赵大力 赵大力 为什么 十几年前 我们是同乡 那个时候他很喜欢我 就到我们家来提亲 但是我那时还很年轻 所以不想这么早结婚 就在我18岁生日的前一天 你去哪啊 和你仅仅仅仅仅 podem 都退回来了 我不想结婚 可是我是真的喜欢你 要是你们家对我送的彩礼 不满意的话 那可以跟我说 我在想办法吗 没有 我 就是不想 那么早结婚 你要是真喜欢我的话 那你就再多等两个吧 杨夕 你给自己摇 fifteen 我给自己摇摇 你怎么那么厉害 你都不想 那么结婚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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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救命 走啊 快跑啊 啊 小夕 你告诉外婆 是谁把你的眼睛伤成这个样子的呀 外婆 我眼睛 到底怎么样啊 医生刚才说了 说你 你的眼睛伤到了视网膜 要是没有找到合适的视网膜 那你以后 以后就再也看不见了 我以后就是 我以后就是 别别别 你要对自己有信心 咱们一定会找到合适的视网膜 咱们一定会找到 怪我 你不用骗我 我知道我以后肯定什么都看不见了 我以后就瞎了你 你不是瞎子 小心你别乱说你不是瞎子 那 那次意外之后 我失明了 我父母走得早 我从小 我从小就是外婆一个人带大的 所以那一次事件 对我和我外婆来说 无疑都是学上加爽 那 你为什么一开始没有告诉我 是赵大利害的你眼睛失明的 虽然说这件事 赵大利他有责任 可确实是我自己不小心才跌倒的 而且 我没有说出他 也是不想让我外婆担心 一周之后我就出院了 可我万万没想到 赵大利早在我出世的第二天 就搬走了 这还用说吗 他肯定是害怕才逃跑的呀 杨夕 赵大利对你这样 你为什么还要嫁给他 赵大利走了之后 我就跟外婆相应为命 后来我们老家拆迁 我就跟外婆 来到城里生活 我学会了盲人按摩 总算呢 也能照顾好我自己 可是没过多久 外婆就去世了 我呢 也彻底变成了孤零零的一个人 再之后 我又遇见了赵大利 我又遇见了赵大利 我跟你说啊 这家按摩院真的不错 尤其是待会给你按的杨老板 我保证你按了之后脱胎换骨 是不是啊 有没有这么厉害啊 必须的 杨老板 哎 给你介绍客人来了 我兄弟 待会你好好给他按他 啊 好的 愣着干嘛 赶紧的呀 你先按他 我先去买包烟 那个时候 我并不知道那个人就是赵大利 只是从那天之后 每天都会有一个客人来找我按摩 但是一句话都不会跟我说 而且他还会在我最无助的时候出现 给我发一些关心的信息 我们之间的关系呢 也越来越亲近 直到有一天 小西 你托人叫我来这儿有事吗 我不明白 你为什么一直都不跟我说话 后来我想了一下 原因只有一个 我认识你 我认识你 你是谁啊 其实你不说我也知道 兰西 我不敢 当年是我对不起你 是我害了你 我本来应该站出来承担责任的 但是我却跑了 我那个时候我真的特别害怕 你害怕 那你知不知道我比你更害怕 我知道 所以这些年 一直特别自责 我也一直在想 你到底过得怎么样 很多次 我都想回来 可是你始终还是没有你 我就是个懦夫 我对不起你雅兴 可是我现在有条件了 从我再见到你之后 我就告诉自己 我要弥补自己的过错 才为了补偿你 只要你愿意 愿意给我这个机会 我去 可是他就 DeveloperESD 会不会有任何经历的 你不想去 我何必会有任何过错 我都看了你 我一定 release你 你是什么意思的 我真的不知道是李磚 你当仅是个愿意的 你今天就当没见过我吧 上次你就是这样一走了之的 同样的错误你想犯第二次吗 你就是这样原谅他了 是一致的 那就算我再怎么恨他 我眼睛也不可能再看到东西啊 与其去恨一个人 那倒不如去接受一个人对你的关心 谢谢 虽然我不太明白你的想法 但是如果换做是我 我一定不会原谅一个曾经对我不负责任的人 因为我相信 江山易改本系难以 每个人的选择不一样 先吃吧 我进去把自己的脏衣服洗一下 好 人家帮警察就是去问 我老警察就明明白 就是这样子 这次还要去哪看 衣服不要了还建的乱七八糟的 想了回去穿着穿不了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是一家歌舞厅的老板 以前和赵大力曾经有过很亲密的关系 后来因为赵大力和她手下一个小姐的事 闹得很不愉快 有人曾经看到过她扬言说收拾赵大力 看来这个赵大力身边女人还不少 最关键的是 这个王灵花以前在医院干过护士 护士 老张你还记不记得 法医送来的尸检报告上写得很清楚 说这个凶手非常地了解人体的器官结构 很有可能就是从事医疗行业的 走 咱们去汇汇这个王灵花 走 打赵大力 那 那个赵大力应该认识吧 如果赵大力应该认识吧 你应该认识吧 认识 怎么了 两天前 她被人家杀死了 怎么着 这老乡好死了 一点不意外 她这种人迟早会有这么一天 什么好意外的 那4月20号那天晚上 10点钟到零晨1点期间 你在什么地方 晚上 我当时在这儿了 怎么 两位警官问我这个问题 是在怀疑我 我跟这个人早就分开了 为什么分开了 这个赵大力 好吃懒做 骗女人的钱 最主要的是 是个变态 你说你们怎么都是相好一场的 办得着这么说人家呢 现在呢我们正在调查这个案子 这是一件非常严重的刑事案件 希望你能配合我们把你知道的统统告诉我 我和赵大力 我和赵大力之前是在一起过 我管他吃管他住 他和我手下的小姐搞在一起 就为这个事我把他赶出去了 不过突然有一天 我陪伦出现 他在这里 我说吧 你不不会 你把信上说你说还我钱 乔义烂 坐 慢慢 慢慢躺 這樣卡里邊有文派錢 那是你的是不是 之前欠你的錢 都在里面 你怎麼會這樣 不算呀 搬錢嗎還去來找我 用 小女這話說的 可忘了你 我曾經就說過 趙大力有人贏錢了 第一個讓你過上好日子 那你這句話 到底對多少女朋友說過呢 哎 那也對其他女人那說的都是假話 只有對你呀 說的還是真心話 那我怎麼知道你現在 是不是這 那這時候 你覺得這樣沒有見過他嗎 這個啊 多看他一眼我都覺得惹氣 不過現在他被人給殺了 不知道又欠了什麼光流債 哎對了 你不是說那天晚上一直在著嗎 跟誰在一起啊 我的客人 服務員 都可以給我作證 你隨便去問他們吧 你別緊張啊 我就是隨便問問 那這樣吧 今天呢就到這 確實麻煩你了 配合我們調查 以後呢 你有什麼想起來想說的 隨時跟我們聯繫 那就不打擾了 走吧 全店官 姚珠 西姐姐她最近怎麼樣了 她挺好的 她準備明天去安慕院上班了 那就好 對了 姚珠 你跟楊西是怎麼認識的 我以前是西姐姐的病人 病人 我以前因為精神壓迫 所以導致腳不能行動了 我爸也是因為這個 跟我媽離了婚 我媽就帶著我到處治病 可是怎麼治也治不好 直到一年前 我們搬到了這裡 認識了西姐姐 我給你 對不起 對不起 哎 怎麼那麼不小心啊 這罩到人他怎麼辦 沒事吧 我沒事 爸爸 媽 你沒事吧 我沒事 对不起 我女儿 她腿脚不利子 我向你们道歉了 看着点 她真的没有照到我 要是你女儿 她没事吧 我没事 她腿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我可以帮她摸一下吗 我就住在这个附近 我是学按摩的 我可以帮她看一看 是哪出了问题 真的吗 那个 我还有急事 我再送你去按摩院吧 要不这样吧 你们要是什么时候有时间 就来我按摩院 我可以帮她看一下 谢谢你啊 老板我下班了啊 慢点啊 看这一会儿 我可以帮我按摩院 西姐姐 你为什么一直都喜欢哼这首歌呀 这首歌是我外婆以前常唱的 那你外婆呢 去世了 她在世的时候告诉我 当我感到害怕 无助的时候我就唱这首歌 因为我听见这首歌就好像她在我身边陪着我 那以后我害怕的时候我也唱 你害怕 我怕我爸 以前我爸经常打我和我妈 后来我妈 后来我妈为了躲开我爸 就带着我到处搬家 我真的希望 我的脚能好起来 这样 我就可以保护妈妈 不被爸爸欺负了 你放心 西姐姐一定治好你的头 嗯 你现在下来 试着自己走一下 慢一点啊 你觉得怎么样 姐姐姐 我可以不用买张走路了 姚珠 妈你看 我可以走路了 真的太好了 谢谢 谢谢你 谢谢你救了我们家姚珠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了 别这样说 看见姚珠能够重新站起来 我也很高兴 姚珠 你以后要积极的面对生活 嗯 我一定会的 杨夕 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 有什么需要 尽管给阿姨开口 啊 从那以后 从那以后 西姚姐姐就跟我成了好朋友 我也经常到她的按摩店里面去按摩 我也经常到她的按摩店里面去按摩 我妈也经常叫西姚姐姐来我们家吃饭 难怪你跟杨夕关系那么好 姚珠 你知不知道杨夕跟她丈夫的关系怎么样 西姚姐姐很少说起她 我也很少见到她 她大部分都是早出晚归 今天以来 杨夕种种的举动和一个又一个的疑点 都让陈珊珊对杨夕的怀疑越来越大 此时在她的心里有了一种大胆的假设 杨夕 这是有新发现吗 郭队 老张 我怀疑赵大力的案子杨夕有重大嫌疑 杨夕 查案和怀疑对象是要有证据的 不能靠直觉 我当然有证据 第一 杨夕和赵大力之间的感情 也许并不像杨夕说的那么好 杨夕的眼睛就是赵大力弄瞎的 杨夕的眼睛是赵大力弄瞎的 但赵大力后来痛改前非 还像弥补以前的过程 所以对杨夕很好 作为盲人的杨夕又再次接受了赵大力 这也说得过去啊 就算这一点说得过去 案发当天晚上 杨夕回家吃了饭觉得不舒服 连碗都没有洗 就直接吃药睡觉了 根据我对杨夕的了解 杨夕是一个非常爱干净的人 每次吃了饭必须先洗碗 可她那天偏偏不洗 根据我的了解 一个正常人在身体不适的情况下 偶尔一次没有洗碗 这说明不了 行 就算这些都说得过去 凶手是不可能进入到卧室杀人的 除非凶手就是杨夕 就躺在赵大力的身边 好 动机呢 我问你杨夕杀害赵大力的动机是什么 这件衣服 是我在赵大力家门口的垃圾桶里发现的 经检验 上面的皮屑可以证实 这件衣服就是赵大力的 两天前 我在赵大力家的衣柜里发现了这件衣服 第二天早上一早 它就出现在了垃圾桶里 而且当天晚上 没有任何人去过赵大力家 由此可见 剪这件衣服的人 就是杨夕 好 杨夕捡坏了这件衣服 这能证明他杀了赵大力吗 这件衣服并不是一件被普通捡坏的衣服 这个图案我在网上查过 是哥老族的一种古老的图案 当地人传说 把死去人的衣服剪成这个图案 那么死去的人将永世不得超生 我调查过杨夕 她的外婆就是哥老族人 她一定是在她外婆嘴里 听到过这个传说 所以她才会把赵大力的衣服剪成这个图案 其目的就是让赵大力永世不得超生 由此可见 杨夕对赵大力是恨之入骨 所以她根本就是在说谎 那么杨夕和赵大力的感情并不好 赵大力还经常带故同的旅程回家 当着杨夕的面诺 杨夕忍无可认杀了赵大力 这就是杨夕杀人的动机 还有法医曾经说过 凶手是一个对人体结构非常熟悉的人 杨夕是个麻烦按摩师 她曾经用按摩治疗好隔壁邻居小孩的腰椎神经问题 由此可见杨夕对人体结构非常熟悉 就这一点就很符合凶手的特点 好 就算你之前的假设全部都成立 但是有一点可以把你之前的推断全部都打翻 别忘了杨夕她是一个盲人 麻烦你告诉我 一个盲人如何把一个身体如此强壮的正常人杀害 这一点我也想了很久 我有一个大胆的假设 如果杨夕她是庄下人 你觉得杨夕的失明是庄呢 经过这段时间我跟杨夕的接触发现 她根本就不像是一个盲人 所以我怀疑她有可能是庄下来迷惑我们 让我们首先排除了她的嫌疑 好了神山山你不用再说了 我们是人民警察 我们要做的不是像或者不像 可能或者不可能 我们要弄清楚到底是不是真相 你现在说她的失明是庄的 那麻烦你告诉我 她的资料里写着失明十几年 她所在的医院以及她的主治医生 给她做的证明都是假的吗 我有一个办法 证明她到底是不是真相 陈警官你太有心了 这么晚了你还在看我 应该怎么 你这两天上班怎么样 放心吧我没事儿 是不是停电了 你怎么知道 你不会是在试探我 是不是真瞎吧 我开玩笑的 这样的 我们家那个冰箱啊 每次一停电就会发出响声 你不会真的觉得我在装下吧 没有 怎么可能 好了不用再说了 人的本能反应是不可能骗人的 杨夕她的恐怖对光线一点反应都没有 她怎么可能是装过呢 珊珊 办案遇到问题是常有的事 大不了咱们就重新开始了 可是杨夕的反应和态度都太平静了 够啊 我告诉你 如果你再在这儿 说这些不切实际的 就回家待着去 别跟着添乱 我一定会向你证明 我说的都是真的 哎你什么态度啊 今天晚上回去你就别洗澡了 好好地休息 陈警官来了吧 是我 昨天晚上的停电已经查清楚了 是因为线路老化导致的短路 在今天晚上之前就会修好 其实对于我们这种盲人来说呢 有没有电没多大影响 不着急 OK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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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陈陈 怎么着 能说吗 怎么想的 我就是想试一下 她的本能反应 你现在试完了吧 相信了吗 行了 她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嘛 只是方法冲 咱们可以重处教嘛 还慢慢教呢 我们大队的收人名额 一年就那么两个 不合格的进来了 合格的就进不来 陈陈陈陈我告诉你啊 能干就干不能干 趁早给我走人 这样吧 让她去给她道个歉 把事情说清楚 你们说 她是不是知道我在试探她 所以才故意这么做的 你看看 还在这么说呢 你教她吧 我教不了啊 陈陈啊 咱们是警察 做事必须遵守规矩 你做出了事 就必须要去给人家道歉 不过你也不要灰心 查案的时候经常都是这样 这条线索断了 咱们可以去找其他的线索嘛 有时候啊 看似走进了一个死胡同 可是出口也许就在不远的前方呢 神经病啊 神经病啊 杨夕 我在你家也有一段时间了 我一直有一个问题想问你 你们 你们家 为什么那么多风银啊 用来判断方位的 这个世界上 每一种声音都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吗 不一样吗 对你来说也许是一样的 但是对于我来说 每一个声音都不一样 难道你不知道 我们盲人对声音都很敏感吗 你干嘛总是看着我呀 你怎么知道我在看你 你是不是觉得 我的样子看你还怎么跟正常人一样 其实你也不用感到奇怪 在这个世界上啊 有很多人 他们的眼睛是明亮的 但是心是瞎的 但是我呢 眼睛是瞎的 心底谁都能 杨夕 你的手怎么样了 好多了 再休息两天就没事了 不过倒是我 之前当我给你惹麻烦 挺不好意思的 其实 我今天来是跟你道歉吧 跟我道歉 为什么呀 你手受伤的时候 我在场 并且可以阻止你 是我失去 你是不是在试探吗 你知道我在试探你 我怎么会知道你在试探我呢 我一个瞎子我怎么可能知道呢 我只知道啊 警察就是要保护我们这些平民老百姓的 当时你在场可是我又受伤了 你肯定是有什么难言声音 或者是保护不了你 你知道吧 杨夕 不要以为我拿你没有办法 只要你犯了错误 我一定会叫你神志以法的 陈警官啊 你今天不是来跟我道歉的吗 你怎么突然间想把我神志以法了 你说你这人 你要是没别的事啊 你就先回去吧 我不送了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你以為你搬了家也就找不到 給錢 你不要逼我了我們真的沒有錢 沒錢 沒錢 你除了跟我說沒錢你還是說什麼 你有錢把他的病治好 就沒錢給我是不是你蒙我是嗎 給 我真的沒有錢 真的沒錢了 你信不信 我讓你的女兒永遠站不起來 你老這麼說不就得了嗎 姚珠 姚珠 我給你送餃子了 誰 誰啊 姚珠哥別帶兒子 他是個忙人 他什麼都看不見 去開門 把他打發走 他不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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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去屋裡等他吧 正好我有事跟他說 好 好 好 不在家 你能說到家裡嗎 你要說他去哪兒 姚叔去她同学家写作业去了 一会儿我也要出去 阿姨你要出去啊 那这样吧 等姚叔回来你告诉她 饺子要是好吃的话 我再给她做 那我走了 郭队老张 那我去呢嗯 上桌子 等一下等一下 我求求你了 你去救救姚叔还有她妈妈吧 这个姚叔为什么 姚叔她爸爸现在在他们家里面 他们家有生命危险 你怎么知道 我可以通过声纳 感受一切物体的存在 那个男的大概一米七零 他手上拿着一把刀 他就这样架在姚叔的脖子上 来威胁姚叔的妈妈 我求求你们了 你们快去救救他们 陈轩轩 保护好洋气 走 走 走 你怎么看 天汐 我想你应该明白 这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嗯 你走我回了 你怎么走我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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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绿席 她们没事吧 说说你的事吧 你的眼睛虽然看不见了 是啊 他们没事吧 说说你的事吧 你的眼睛虽然看不见了 但是你根本就像是一个正常人一样 能够感受到你身边一切的事物 所以 你有动机 也有能力 杀死你了张 张大利是我杀的 因为他就是个混蛋 他毁掉了我的眼睛 还毁掉了我的生活 所以 我必须亲手杀了他 当年 赵大利害的我失明 可本该他站出来承担责任的时候 他却跑了 我的命运 也从此彻底感恋 我以为我不会再遇见他 可没想到 上天 竟然让我重新和他相 那就是说 从你重新遇到他的时候开始 你就已经决定要报复他了是吗 没有 我那个时候是真的原谅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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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觉得 他应该是 想要弥补自己当年的过错 才跟我在一起的 可是我没想到 他竟然是 为了我的钱 赵大利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 别在地上乱放东西 这样我很容易受伤的 你摔不死你 花那么多 我问你啊 卡里面怎么少了几万块钱 我娶了呀 你干什么去了 你用这么多钱 我干什么需要跟你汇报吗 从结婚 到买房子再套装修 你一分钱都没有出过 我们俩现在是要好好的过日子了 你就不能省着点用吗 你怎么能跟我少说两句 我问你这事怎么了 当初又不是我逼着你出钱买房子 跟我结婚的 是因为你 嫁不出去 想倒贴 我呢 看你整还行 就冕王一切难的接受了 你什么意思啊你 我说你不会是以为我真的喜欢你吧 是吧 你要不因为你的钱 我能跟你在一起 你跟我在一起 是为了我的钱 既然华总说到这个时候 我就是说话告诉你吧 之前啊 在按摩院碰见你 我都打听清楚了 你跟你外婆的那个农村的房子啊 拆迁 得了好几十万 所以你才有本钱开了你的按摩院 对 跟他按摩院顺利这么好 一个月 得挣不少钱吧 所以 你来按摩院找我对我好跟我结婚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要不然呢 啊 你认为我就是个神经病啊喜欢你瞎子 哎呀 小西啊 告诉你 只要你呢 乖乖听话 给我钱一用 我呀 还是会像以前一样 照顾你 对你好的 听见没 把他给我 把他给我听话 不给 不给不给 啊 叫你把他给我 在那个时候我才知道 我又一次被赵大力给欺骗了 我本以为自己能够重新开始 可是现实却又一次把我打回了原形 赵大力每天拿着我的钱在外面花天酒地 而我 却每天在按摩院里累死累活地 给他赚起来 我经常累的手都抬不起了 可即便是这样 我也没能换来平静的生活 干嘛呀 我说你好不容易出来吃顿饭 晚上臭脸给谁看呢 没有胃口 你没胃口 我还得哄着你吃是呗 啊 不吃了 反正钱也是你给 我把你吃的 喊他干嘛 他是瞎子看不见的 他瞎我可不瞎 嗯嗯 你要走了 这个包包可就不是你的了 他不是哎 这个包得两三万的你买给我了 可不是吗 那我陪你吃 反正他不吃了 我吃点啊 你想还想吃吗我跟你点 干嘛呀 哎 干嘛呀 我老婆 下子看不见的 哎你不要钱吗我有钱 我给你钱你都赔我啊 我赔你 啊 啊 你又干嘛去啊 这个家我带不下去了 我告诉你一个坏事的 我不许你走 你就哪都不许去 我求求你了你给我离婚吧 求你答应我离婚我什么都给你 离婚 离婚 我怎么可能跟你离婚啊 像你这么好的媳妇 我上哪找啊 又能挣钱 又听话 我可舍不得跟你离婚 你放心 我呀 一定跟你恩爱爱的 过一辈子 过一辈子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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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聽他呢 死亡的感覺 是不是特別害怕 我沒事 我只是想提醒你 只要我不願意 我隨時都可以讓你出意外 只要你死了 這一切 這都是我 好好琢磨琢磨吧 這個趙大力真的是個人渣 這種事情他都做得出來 他是不是個人呢 你說的沒錯 他就是個人渣 他不但要用我的錢 他還要折磨我 我知道自己已經掉進了他設計的圈套 可是無論我怎麼努力 都走不出來 其實吧 當時我沒有多想 因為我覺得 這就是我的命 直到他盯上了瑤珠 謝謝姐姐 瑤珠來了 你一個人在家嗎 對啊 嗯我媽沒在家 我也沒當鑰匙 我想在你家休息一下 嗯行那你去臥室休息 我去做飯 晚上就一塊吃吧 好 好 你 你 好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小丫头身材挺不错的嘛 你是不是人了 她才十六岁 十六岁怎么了 十六岁至少在农村都能当妈了 你知不知道 你在外面干什么事我不管你 但是我提醒你 你不可以打她的主意 你凭什么提醒我 我告诉你 我赵大力干什么不需要你来提醒我 死不下了 我好你自己吧 你又拿什么 你在拿什么 这些钱是我刚取的我要你睡觉按摩页的房租 现在哪有用你再去取呗 你都拿出了我拿什么交房租啊 我真的没有多余的钱 别跟我这装穷 没钱你正确跟我说有什么用 付了钱给我 他钱拿钱 你是不是想逼死我 死 好啊 死了正好把这房子还有按摩院都留给我 我求之不得呢 一天到晚把死刮在嘴里 我怎么没看见你真的去死啊 我要死趁早啊 我叫死趁早啊 七姐姐 你没事吧 我没事 我刚才听见你妈妈回来的声音了 你赶快回去吧 还有 以后没别的事 别到我家来了 生活对于我来说 实在是太残酷了 带走了我的外婆 带走了我的父母 带走了我的双眼 可是姚珠是个好孩子 我不能让自己的悲剧 在她的身上重演 与其让我接受命运 她不如亲手去改变她吗 所以你就决定了 要亲手杀了她是吗 我今天的一切都是她造成的 只有她死了 我才能够凭借 可是你没有想过吗 你是一个盲人 你连过正常人的生活都没有办法 你怎么能杀了赵大利呢 这一点是我的劣势 但也是我的优势 难道你们不觉得 像我这样的人 根本就不可能杀掉赵大利吗 所以你们不会怀疑 但是 必须得让自己看起来像个正常人 我才杀得了她 我在电视上见过很多盲人 他们靠声纳的反射 来判断出物体的位置 所以 我就开始那样炫耀我自己 在这边 我现在就应该帮她 才能够做的 我应该做到 我自己的同步 在此 我才能够做的 我自己的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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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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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 停电了 我看不见 你检查一下是不是笑闸了 杨夕你快点 手机没电话充电 小夕你干嘛呢 我让你推电闸了 感谢观看 我说你干什么呢 招人弄鬼的 我让你去推电闸 你听见没有啊 是不是欠收拾了你 我让你去看 我不会让你死的这么快 我会让你慢慢的 流血手 接下来的事 你们都清楚 杨夕 你是一个受害者 你可以通过法律来保护自己 你可以寻求我们的帮助 为什么要做这种极端的事 帮助 我在黑暗中苦苦挣扎的时候 没有人帮我 我被赵大力打得 想要去死的时候 也没有人帮我 这么多年来 我只学会了一个道理 和自己 杨夕 为了那样一个人付出这样的代价 不值得 其实我不后悔 你想想 做了一件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 好了 现在 我终于可以放下一切 去见我的父母 还有我的外婆 是沉浸过吗 是沉浸过吗 谢谢你来看我 谢谢你来看我 我已经帮你申请了法律援助 会有专业的律师来帮助你 只要你把事实的真相告诉他 你一定能够得到最公正的判决 我现在每一天都睡得很好 你知道吗 对于我来说 一觉能睡到天亮 就已经很幸福了 杨夕 那一次你在盲人按摩院的时候 故意弄伤了自己的手 完全可以洗脱你自己的嫌疑了 只要你不说 就没有证据能够指证你杀人 你为什么要为了出出他们母女 让自己的计划功亏一篑呢 因为他们救了我一命 一年前 我被赵大力折磨的万年聚会 那个时候我曾经想过要自杀 结束自己的生命 因为只有这样 我才不会再被他折磨 有人吗 你好 我是隔壁新班来的 我叫朱朱 我亲手做了一个手工 想送给你 请你别介意 这是我女儿 他们学校布置的作业 希望没有打扰到您 放门口吧 这是我亲手做的玫瑰花 希望你可以充满阳光的 过好每一天 那我们就先走了 不打扰你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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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千万不要对生活丧失了希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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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记住 只要你好好地活着 就是对你西姐姐最大的安慰 为什么呀 有时候 一个人好好地活着 就足以拯救某个人 你以后会明白的 你们做吧 嗯 嗯